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阿莱四川代表团出席证 你跟我多少号人 我准确不知道 不到3000号 这跟你台湾人讲起来有点陪积 这个是我们国家的大事 是吧 一年一度三月份 而且阿莱老师 我也是为了您 听说您三天前 刚刚容任四川省作协主席 为了表示祝贺 我特意约来我们大美女 来给你配合一下 激发灵感 没错 作家就需要这个 很多人说你写的这个小说 里边有一个突出的一个主题 就是热爱女性赞美女性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如果说有美好的东西 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三种 第一个是我自己是在藏区长大 藏区长大 隔人群很远 但隔自然界很近 雪山草地河流湖泊 鲜花树木 这时候我觉得大自然的美感 一直激发 我第二个就是美女 美女 女人 对啊 然后老一点的呢 非常母性 慈爱 关怀 年轻一点的呢 当然就激发出来我们 肉体上跟灵魂上的很多很多的这种 对啊 你还打算大小通吃吗 不会吧 没有 母爱是母爱 我们两种爱都要想吃 有两种爱结合起来的 这个阿莱老师曾经有一个很突出的作家 他这个深刻的印象 就是说他记得啊 就有一群藏族妇女 奶孩子呢嘛 奶孩子 但是又要干活 到这河边 最后索性奶完孩子 把孩子放下 上身衣服脱光 赤裸上身 在这个河里 那个时候这个阿莱老师啊 就久久的凝望 但他还不完全准确的这样 就是这个是我自己走上文学道路 写的第一首诗 那个时候还是人民公社时代 就是70年代末 田野里头劳动还不是 农民还没有分散 夏天五六月份 我们那儿这个地里头 那个麦苗刚长这么高 然后呢 夏天刚刚来到 而且夏天来到 有一个标志 就那个布姑鸟开始叫缓 布姑鸟也开始叫缓 那是出草的季节就到了 这个妇女们就在地里头去出草 那个时候呢 妇女们都是 还没有计划生育 孩子多多 就在育林时期的这种妇女 差不多都在不断的生小孩 所以妇女们一下地 都带着一个正在哺乳的这个婴儿 她会怎么样呢 就是那个地头上都是那种草地 果树 然后就把这个小孩来好了 就睡觉 地头上太阳起来 因为那个藏族地区 这个妇女的衣服有关系 那什么衣服 外面是一个长袍嘛 长袍劳动不方便的 所以妇女她一旦劳动开始出草 她会把这个长袍 两个袖子卷下来 在画里你们都看到 那个她是把两个袖子 揭在腰上的 揭在这个腰上 系起来就只穿一个衬衫 但太阳出来之后 就太阳晒着婴儿 她们就把这个衬衫脱掉 盖在婴儿身上 然后就地里很多很健壮的这种 妇女 而且在劳动的时候 也不像今天的妇女 觉得要让我乳房结实一点 什么这种忧虑 好像她们都没有 而且确实也非常结实 非常壮爽 就一整排妇女 而且出草那个时候 她会有出草的歌谣啊 什么唱 我一看到就这种东西 非常感动 这就是那种充满母爱的美了 对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还是就是在这里头就 我的第一首诗就 描绘这种景色 她给我的两种感动 一个是母爱给我的感动 第二个这个时候 我也十七八岁了 女性之美 也给我一种感动 其实疯狂 就是所以说呢 从这第一首诗开始 一发不可收拾 我给你用一条短片 来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阿莱先生 咱们来看看 这个陈埃落定这本书 很多人都喜欢看 而且好像是印了好多 一版再版的这本书 这本书写什么的呢 你看他这里边讲啊 他是这个在这个四土地区 什么叫四土呢 就是四川的阿坝地区那边 对 的藏区 四土啊 就是四个土司 对 那个地方 这就关联到这个 咱们说的解放前呢 或者是什么 之前那个时候 西藏 它是个怎么个情况 那一个一个土司管一片地方 一个土司管一片地方 像酋长那样的概念 他也不 你看他觉得是酋长 西藏它可能有两种概念 因为今天我们说到西藏 它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指整个这个清藏高原上 这个我们这个藏族人居住这个地方 Tibetan 西藏 西藏 还有一个呢 今天我们有些时候在中国 可能更多特质是 西藏自治区 就是今天那个小的这个行程区画 但是 比如说我的老家是在四川藏区 因为四川藏区也是 中国很大的一块 就是我们大概有 十几万平方公里 两个自治州 现在也是一百多万人 一百多万人 当然其实比较有名 就是大家都说康巴 康巴 康巴 其实主要就是指的是这一块地方 这块地方呢 因为他从明清以来 就不属于这个西藏的这个管家 他们管家 就是由当时的中央王朝来策锋 当地的这个土著的首领 就是或者是原来的酋长 豪强势力 就是 所以他叫很多师 师是有品位很高的 有从二品 到五品 它又叫做宣辅斯 宣卫斯等等 这是明代起的一种名字 所以为什么叫四土呢 现在我老家叫那个马尔康县 马尔康县解放时的时候 这个县的现在这一块地方 大概是将近一万平方公里吧 是由四个土司 四个土司 来管下的 所以叫做 后来就简称叫四土 四土地区 就是这么来的 但是他呢 这个我真没接触过 你们那里的藏人 你们觉得你们跟这个西藏 就现在咱们说的 西藏自治区的这个藏人 是个什么个关系呢 是说我们是同其连织的 还是说我们实际是两部分 他那个过去我在 我忘了 我在哪一本书里头 我对这个事情进行过 一个描述 大概一个小说里头吧 我就说可能我们在地理上 文化上 跟这个血统上 是一体的 但是呢 自古以来 或者是很长 不能说自古以来 就是很长时间以来 至少是民进以来 行政上又是分开的 除了这行政上的区别之外 在宗教上面 因为其实像我去过西藏 到了西藏 你就觉得整个地方 大家对那种所谓的宗教信仰 就非常非常的 沉迷 然后甚至于很多人 还去那边寻求 什么心灵的那种慰藉 解脱 但是我去到九寨沟的时候 就完全的感受不到这样子 我们这些地方呢 它在藏区就属于 边疆地带 就是对这个藏文化来讲 对我们相关于在这个藏区 以拉萨为中心来说 以拉萨为中心来讲 我们在藏区的东北角上 东北角上 北边是陕西甘肃 南边 东边是四川 属于藏区的东北 东北 藏本山那块 对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意思呢 就是在我们那些地方呢 它就 一个是内部这个 不同的教派并存的情况 大量存在 就是还有不同的教派 大家在那和平共处 然后这个 这样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老百姓去选择宗教信仰的时候 我相信它有个好处 不太有强制性 第二个 它自己可能 虽然选择范围很小 终究还是有 有选择比没有选择要好 它会体现一个自己 对这个教业的领解 可能从一家五口 一家五口人民 你可以 分析不同的教派就是了 对 甚至于有些人 他会同时信 所有他都会信 这种情况都有 所以他在我们那些地方 他就 第二个 真是有过去这样一个基础 现在慢慢慢慢 当然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直接跟 跟西藏不一样 他直接跟这个 汉族地区接了 对 跟别的民族相邻 那么 他历史以来 有战争时期 有和平时期 但是总归 他是在一个不断的 文化冲突当中 也融合吧 当然是冲突当中 我们一说冲突 我们往往可以看到 就是大家留学打仗 但是大量的时期 不是不留学打仗的 商贸的往来 甚至包括婚姻的往来 文化上的这种交织 都在大量的这种产生 所以他这些地方 慢慢慢慢 后来他走到今天 尤其到了今天之后 他的经济发展 各个方面 他会更快一些 老百姓 感觉当这东北人 他偏于自由开放一些 对 我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阿莱老师 有这么一句话 就他写这个小说 他试图是说 用藏人的眼睛 来看西藏 来看他们这个文化 这个确实是 我们的很多朋友 都喜欢去西藏 包括这个很多 很多人 都盼望着去西藏 你也盼望着去 盼望着去 我就去过一回 高山反应 整个一稀里糊涂 我也是 所以给西藏人弄晕了 但是呢 我觉得确实是 就是我得承认 不了解 就是西藏的朋友 藏族朋友 他心里想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 一些书本上的 很多种 包括西方的 比如说有人就讲了 说这个藏族人 他不怕穷 说你说说发展经济 实际上呢 藏族人重视的是 这个精神上的提升 他这个不在乎物质上面 多富裕 甚至还有说藏族人 他对于活教 这个虔诚程度 是怎么 你很难想象的 但是也有一些说法 认为呢 有些这个藏族朋友啊 对人也不太友善 尤其是比如说 对于汉族人 有时候不太友善 但是也有些人说呢 是汉族人 有时候自个儿啊 为人做事不端 导致一些矛盾 这林林总统 我不太值得 就作为一个藏族人 他内心的这种思想感情 你有什么体会 我觉得呢 你说的这些情况 可能不同程度都有 不同程度都有 但是我觉得 当我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呢 我觉得我很难 说你去改变每个人 比如说外界去的人呢 他有一种 天然的 他会有一种优越感 然后呢 他处于比较弱势 那种人群呢 他很自然就会 对这种优越感 对他形成刺激 他会做出反应 其实这个就是 讲到一个文化问题 就是大家追求这种 就是寻找这种差异性 差异性 所以我曾经 写过一篇小文章 我说西藏是一个形容词 就是对所有人来讲 就是除了西藏本土的人来讲 那么西藏 他本身如果是作为名词的话 他也是告 这个名词很自然会包含他 很具体的 实在的那个内容 但是呢 国际上也好 还是我们很多这个 内地的这个 比较白领的 教育程度比较高的 我自己长期观察的结果就是 他不管西藏是什么样子 但是呢 长时期以来 大家对西藏进行渲染 而且这里头没有恶意 就是他希望 这个世界上我们都过意 希望有一个我们生活的反面 这个反面在别的地方都没有 当然我们可以想象南极洲 但是南极洲没人 没有西球 然后你说地球有三极 然后两极都没人 我们只好希望那个地方有人 而且有人呢 恰好有僧侣啊 有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就 希望他恰好是跟我们生活是反面 就是我不管你是什么 如果我们今天太物质化呢 我们希望你是精神的 如果我们今天 有些时候我们都精致到非常琐碍的时候呢 我希望你是粗犷的 如果我们太文明呢 我希望你还野蛮一点 就是恰好要跟我们这个生活 形成一个对立 那么然后你这个西藏存在就有意义 但是呢 西藏本身也容易让你产生他的高山 大川 那种自然界有一种非常雄壮的力量 他的荒野 他的草原 然后再加上那种有一定的宗教氛围 他就容易让你造成这样的效果 但是呢 你后来发展 你发现现在这样一个东西在今天的世界上 包括今天中国政府或者我们中国人 今天在国际上面临了很多西藏问题 演说的这个被动 其实都跟这个被形容字化有关 都被这个形容字化有关 所以我就觉得 我说我的工作可能就是把它 把一个形容字还原成一个名字 就是因为文学的功能 最主要的不是强调差异 因为我们要讲就是讲 当然有那些所有神奇的东西 宗教啊 自然环境啊 但是重要的是这里都有一群人在生活 那么难道这些人跟我们不一样吗 你的意思是人性是相似的 人性是相似的 就是他们普遍面临的 人的最基本的问题 是一样的 生老病死 爱恨情仇 老师你刚才讲的 就是说外界人把西藏原本只是一个 单纯的名词 变成一个形容词 我可不可以简单的 就是我自己的理解 你是不是觉得就是外界的人 过度神话 过度美化神话西藏 这个地方 这个民族 这个地方的生活 那还有您刚才讲的就是什么 应该叫做己所欲不失于人 你觉得我可以这么 好像叫什么 虚荣的这样子过日子 但就希望那边的人是用很 很飘 对对 不食人间烟火的这样子 但事实上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 他们也在追求物质的进步 这个草原上那个放牧的 这个 包括今天我在看一个报纸 还有一个西班牙的 研究西藏的藏学家出来 也是像是 当然是说的是 对我们比较 对我们政府比较有利的话吧 就是如何在西藏保护宗教等等 但是他也说 他说我唯一不喜欢就是 现在他们都不骑马了 都骑摩托 但是老百姓你问他 你要马还是要摩托 他肯定要去摩托 量量才好 对 像这样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那您说现在这个藏族人 他的这个生活呀 他担心的这个事情 是不是也跟我们都差不多呢 只要你给他提供了一种可能 他马上这个 需要操心的事情 就是当然他有少部分人 还是会宗教信仰非常虔诚 他会按照那种要求去做 但是这个是 如果真正主导极端虔诚的 肯定是少部分 大多数人 尤其是老百姓 尤其是老百姓 当年面临着 改善生活的可能的时候 比如说我还不说城里头的人 就一对农民夫妇吧 包括我们父母也是这样 就是说你念书啊 你好好念书 你念书了你将来可以当干部啊 是啊 他没说你好好念 今儿将来去当喇嘛 我舅舅就是喇嘛 是吗 对啊 他是一般人喜欢孩子当喇嘛 还是不喜欢孩子当喇嘛 当然如果是说你别的事情都 比如说你不能当干部 你也不能在别的地方发展 当喇嘛还是一个 现在为止 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 比较养生出幼 可能比当农民还是要好 但是就是 但是现在 他能娶老婆是 他也是不同的教派 跟咱们中原的好多和尚也一样 都是个职业 是啊 现在都是 包括现在去当不当和尚 当不当喇嘛 出不出家 也不全然是 精神方面的选择 你看这跟咱们想象有差别 那您说现在很多人 有这种所谓优思啊 就比如说 我觉得西藏问题啊 其实不见得是中国的问题 它是个世界性的问题 你比如就比如说 很多人说这个西藏问题两难 就是你要商业化 要改善生活 商业化大潮的 冲击世界很多地方 很多民族 你看着它挺淳朴 可是对他来说呢 就确实我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 他也得跟你一样 发展经济 只要他就说嘛 有日子过好的可能性 为什么日子不过好一点呢 那么但是要这么弄呢 人们又会好像 谴责另一面 就觉得这个世界啊 越来越变得比俗不堪 越来越变得这个没有灵魂 连我们重养的这个 可青藏高原 难道都要变成 最后一块净土都没了吗 你看它就会有这样的一种争论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它全球 从理论上说的 因为这些年就像提这个生物多样性一样 文化上大家也开始提这个生物多样性 文化多样性 而且这个文化多样性不是中国人提出来的 也不是这些弱小民族 弱小文化提出来的 是美国欧洲 这些国家的这些知识分子 他们最先提出来 那么他们提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 本身这些学者 他并没有说 你给我保证 就是说 他们有句话 就是说保持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的 新的可能性 就是说他假定 但是他其中也有一个假定 就是这些文化都封闭的 就是社会达尔文进化论 他自己会不断的进化 可能进化出来另外一种不一样的社会形态 将来我们这些社会形态都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 也可能他那个是个路子 你看这是西方人容易有的一个想象 你在很多好莱坞科幻大片里 都会有这个 就感觉咱们人类现在走的这条道路 说不定是绝路 有一天彻底崩溃 本来没救了 突然间发现原来有一块净土 那里过着世外桃源一样的生活 人类又有了希望 但是他又必须 但是他里头他也是做学问 他永远是一些假定假设 说文化多样性 但是现在问题是 你的文化已经把所有文化都影响了 他也不能不受影响 而且现在文化他又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 他是跟政治社会组织方式 物质生产物质销售放到一起来的 对 他是一起来的 并不是说单独有一个叫文化的东西 他来了 我们只让这个别的好的进来 文化把他关掉 没有一个单独抽象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